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品君 最近投資人非常在意的就是 一直很夯的傳產類股 還有電子族群是不是資金真的回流 又要怎麼看 我們就把以下時間交給胡老師 這個大家 針對這個航海股跟鋼鐵股 它並不沒有辦法去代表 所有的傳產股 這一點希望同學能夠注意 所有的傳產股扣掉電子跟金融的話 還有17大類 這樣子看 17大類 還有17大類股 所以說當這個傳產股 如果有機會漲上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 趕快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因為很多的傳產股 才剛剛開始要跌而已 那航海股在這個地方 這個禮拜 應該會見到最後的高點 先跟你預告 鋼鐵股的反彈也是一樣 所以說我們不能只是針對航海股 就把所有其他的傳產股當作是一個認為 未來還會有一個大衝的行情 只有電子股 為什麼會一直看好它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電子股其實我不是從頭看好 而是我在4月8號就一直跟你講 電子股你不要再去碰了 不要再對電子股念念不忘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已經在高點附近了 其實就跟現在的航海股是一樣的 好 等到貴買電子指數當時也是一樣 當初是最熱門的中小型電子股 我到了4月13號還在提醒你 那時候跟你講說中小型電子股是什麼 漲最後一波你要注意 有沒有 結果我還提醒你說它已經跌破了多方的防收點 後面的中小型電子股怎麼跌 我相信你都應該知道了 到了4月29號 我還是再度提醒你什麼 我說聯發科的漲停板是要去出 那些IC設計股的中小型的IC設計股 結果4月29號之後 你看那些IC設計股是怎麼跌的 簡直就是慘不能賭 跌得非常的慘 而且這是急跌的方式去做收尾的 所以在當初這些日子裡面 投資朋友你去想想看 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電子股不要碰不要碰 趕快去買鋼鐵股 傳產股有沒有 好現在我反過來了 為什麼 因為電子股已經經過一大波的修正 我到了5月11號 我就跟你講 這時候的電子股 你不要再去殺了 到了5月12號 盤中大跌1417點的時候 你就是真的殺在最低點 那你回過頭來看 當初我一直在跟你講 5月14號 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你這個電子股要看誰 就是看台積電 對不對 因為台積電 就是電子股的最大的龍頭 那如果連台積電都有辦法 出現了所謂的多方的一個攻擊訊號 同學啊 你真的還要看壞電子股嗎 真的很多的電子股 實際上它都已經漲幅非常的大了 那就是因為大家的目光都一直聚集在 所謂的航海股 而航海股它能漲多少 還有多少的空間 我相信同學你自己應該心裡有數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你真的要去做這些所謂的 航海股的最後那一小段嗎 想做可以 但是要記得你要起早下車 不要大家都已經走光了 你還在那拼命在跟它拼 所以不要拿自己的辛苦的錢 來開玩笑 就跟當初我在4月8號 跟你講的話是一模一樣 只是我是當初4月8號 是跟你講電子股要小心 現在我跟你講 航海股鋼鐵股 你真的要小心 當然其他船船股都一樣 資金它會跑 未來一定會發生 好你來看一個經歷科 大家都說什麼 哎呦電子股沒漲 同學啊 電子股總共700多檔 你要讓它全部都漲 那大盤不是噴到兩三萬去了嗎 它是用輪漲的方式 絕不可能是全部一直起漲 等你全部看到起漲就快結束了 所以它一定是用輪漲的方式去進行 所以你看經歷科 沒人去注意它已經漲多少 81%了 先進光你沒去看它已經漲42%了 你最近去買這個航海股 你有辦法賺那麼多嗎 不可能對不對 它只在高漲震盪 好再來我們看什麼 連電 連這個大家最喜歡的 融資籌碼最亂的 都還有辦法漲24% 那曾鴻帶領會員買的什麼 雲層 你看喔 兩根漲停今天再漲停 你有注意嗎 30%了耶 我想請問你手上的航海股 鋼鐵股有這樣子漲嗎 沒有啊 只要每天一個小漲 大家都哇拍手叫好 航海好棒 鋼鐵好棒 那為什麼這些電子股 你不去拍手呢 它是漲停板耶 我剛剛講過啦 投資朋友你看 經歷科漲81% 你的航海股在這幾天 有漲那麼多嗎 沒有 絕對沒有 它是在高檔震盪 你的鋼鐵股有漲那麼多 也沒有 都是在高檔震盪 好 先進光漲了42% 你有注意到嗎 對不對 那我們講我的 會員帶的 這個三根漲停板 你有去看到它嗎 沒有啊 所以很多事情 我希望說 我們在航海也好 鋼鐵也好 船產也好 包含電子股也好 你要怎麼去操作 尤其不要去追到 高點的附近 每次追到高點的時候 等到跌下去 你才來哀聲嘆氣 真的 你就是對不起真紅了 因為真紅 每次都把早知道先告訴你 所以說 未來該怎麼操作 我說過了 這個很重要 你真的不要再去看基本面了 好 今天就跟各位同學分享到這邊 謝謝胡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胡老師的Light at 跟Telegram 我們財經及時通 下次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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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